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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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中文的講法 這次其實在新版的iPad Pro 甚至於你是舊版的 像這個是我舊版iPad Pro 其實都是可以共用的 這個其實它上架的時候 跟這次新的iPad Pro 兩個融合在一起 很多人說 它就是可以直接跟MacBook Air 甚至MacBook Pro來做PK 所以我今天把巧控鍵盤獨立成一級 我可以講一下兩個價格 11吋的是9490塊 12.9吋是10,990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它已經有跟你講它的角度 第一個就在這裡 它後面有一個很明顯的Apple Logo 我同時也會來跟 聰穎的雙背夾 鍵盤式的雙背夾 我等一下也會來做一個比較給大家看 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因為還是有人在問 因為鍵盤式的聰穎的雙背夾 它只要5790塊 那就是有沒有必要要多花個三四千塊錢 直上到我說的今天的巧控鍵盤 那我們先講第一個 沒有 我先把它打開看看 看它有什麼 這應該是它的 它的使用說明書 說明書 我們直接看 我先把它打開以後 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立起來的 有沒有 它立起來這樣 它可以90度到130度 它是透過磁力吸附的方法 磁力有沒有 你看這邊有開一個洞 就是你的雙鏡頭的磁力吸附 這樣就好了 還蠻快對不對 好 現在這樣子 90度 然後呢 最多可以到 這樣 130度 那130度 它比較懸浮式的設計 這130度 其實有你可視角度這樣往下看 其實是很舒服的一個角度在 那這一次 它這個鍵盤 差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它是剪刀腳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距離 是一公里 這個鍵程是一公里 這個鍵盤也是一個背光鍵盤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有這一小片 這是什麼 這是觸控式的軌跡板 你可以用按壓的方式 就好像你在用什麼 蘋果的筆電一樣 所以簡單講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次的剪刀腳設計 其實跟什麼 MacBook Air 還有MacBook Pro今年發表的版本 還有去年的16吋的MacBook Pro版的那個鍵盤 是一模一樣的耶 所以等一下打起來 我們來聽聽看感覺好不好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在這個地球上面 這邊有一個中英文的那個輸入 可以做切換 它在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要其他語言的話 你還是要到什麼 到這顆地球來做切換 那另外一個是 你看到側邊這裡 這邊有一個USB-C的充電孔 那這個充電孔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電 從這邊幫你的iPad Pro充電 另外這個Type-C 它就可以把這個空間預留下來 你可以擴充可能SSD 或者是其他一些配件 我們等一下這邊 我們再做一個介紹 不過講這麼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背光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它是按下來的鍵盤 那我把它點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它把它亮起來了 這就是一個背光式的鍵盤 那這個地方你也可以做設定 到哪裡設定呢 來我轉給你們看 那它的背光鍵盤 它很厲害的是 它的鍵盤亮度會因為環境的光線 而自動去調整亮度 在哪裡 在設定裡面的鍵盤 然後選擇硬體鍵盤這裡 我們現在請助理 把我們現在環境燈全部都關掉 你可以看喔 它會有變化 你有看到嗎 有 我手都在這裡 可以自己動 有沒有看到 它在自己調整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是會 你看 你看其實它這個燈是亮著的 它其實是亮起來的了 這是它其中一個小巧思 好啦 我們還是先請助理把燈都打開 它現在慢慢來調回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絕對不是七月 OK 我們現在就來試打一下 巧控鍵盤的 剪刀腳設計的打起來的舒適度 跟隔壁這一個是聰穎雙面夾的鍵盤式的 打起來的感覺 好不好 來 我先打這個 操控鍵盤 導演你有聽到聲音嗎 有 那我現在換到 這個 舊版的 有什麼感覺 它清脆度有差 清淡度有差 對不對 還有 它的這個剪刀腳這個舒適的回饋感 其實是有差的 但你用那個 聰穎雙面夾的鍵盤式 這個 搭起來 不像是那種 我們在敲筆電那種鍵盤那種感覺 而且它這個 打起來這個聲音回饋也是 就感覺有點那個 弱掉的感覺 你有發現嗎 好 我們再來講到呢 就是它的這個觸控式的軌跡板 你有沒有看到 那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它呢 其實不是一個箭頭的 而是一個圓圈對不對 它這個呢 的設計就是讓你覺得 這個就是你的手指 好 比如說你看我一到Pockets的時候 它會浮起來 APP會浮起來 就好像你手指指 像它一樣的設計 有看到嗎 有沒有 好 語音備忘錄 書籍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假設一樣 你進來備忘錄以後 你也可以 比如說你要 你看喔 我一到要輸入字的地方 它會自動看你 你要選擇哪個字 那當然呢 它也支援 所謂的 多手勢的操作 好 那我來多手勢給大家看 你在Mac上面使用的 多手指的操作 多勾 那這邊一樣也可以用 你看 比如說你滑動 你在瀏覽網頁對不對 兩隻手指頭 往上 往上 往下 有沒有 然後甚至於呢 比如說你要切換APP 切過來 這是剛剛的 再切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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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可以自己做切換 很方便吧 那充飲雙面夾呢 它這個呢 是有兩個角度 現在這是一個角度 然後你往後 這是一個角度 那如果你現在要帶出去的話 它當然就是一個保護套 它就可以這樣收起來 就可以帶走 那我們的巧控鍵盤呢 角度呢 這我剛說過 你可以90度 然後彎到 這樣 130度 它一樣 收起來 一樣就可以把它帶走了 那很多人都說它很重 那我今天來給它側重一下 來囉 600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這個 我常用的 空影雙面夾 鍵盤式的 295克 我覺得有個情形是這樣 就是我外出呢 我外出對不對 然後我會把它帶著它 B 我也會把它吸著 看它多重 1.085公斤 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還好 可以 我覺得我也覺得可以 好 那我來看一下另外這一個 外帶出去 等一下 一樣 接起來 785克 就差200多克啦 只是說你知道它為什麼要做這麼重嗎 我要讓大家知道 你看喔 我今天把它立起來對不對 如果它今天的這個底座沒有把它做很重的話 這個iPad會讓這個 這一個懸浮的位置會不穩 它不穩有可能就會倒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它把這鍵盤做這麼重 我們呢 等一下請那個助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用新的iPad Pro 然後搭配這兩款鍵盤體驗的感覺 我現在在剪Tim哥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這是上一代的這叫聰穎鍵盤雙面夾 然後打字起來呢 它的按鍵 回饋感比較沒有那麼重 然後我覺得 用這個剪的話有一個差別是 如果像我的時候 因為我手比較粗 所以我有時候要移動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種 用筆去做移動啊 會比較方便 然後有時候會用手去輔助 譬如說我要把它拉大拉小的時候 會用手去輔助 但是 我們現在換到新的這個 巧控鍵盤 然後我剛剛最喜歡的功能 我剛剛已經試玩過了 最喜歡的功能是這裡 它這個觸控板 它可以變成就是你的手指 剛剛我手不是在上面直接移大小嗎 它就可以變成像你的鍵盤一樣這樣子 移動 然後像它這個就可以這樣子拖移 等於說我其實很 手指頭 當然有時候你也是可以去輔助 畢竟它是平板 那你如果懶得手指頭上去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用這個移 你看像我這樣游標定位 就會比你手指頭去定位更好 我剛剛說過啊 其實你有看到它用巧控鍵盤的 這個Type-C 它是拿來供電的 所以另外一個 這個Type-C的 它就可以有其他的功能 好今天我介紹兩個配件 第一個是 我最常用的就是SSD 那這是GIGA STONE的SSD 你可以直接把SSD插上去以後 iPadOS你把它插上去 它就可以獨立幫你壓縮解壓縮 還有做檔案管理 甚至於儲存 其實非常方便 這是一種 可是當它插上去SSD以後 你就會覺得怎麼辦 已經沒有孔了 所以是不是有可以 沒錯 就在我旁邊 就是它 它叫做 HyperDrive 它是六合一的 而且這一款是 iPad Pro專用的 好 我們來看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我也是剛拿到 打開 它就長這樣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吧裝上去 沒有圍合感 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 側邊 完全沒有圍合感 那它這個六合一是哪六個 HDMI輸出 然後側邊 這邊有一個Type-C的孔 這邊有一個USB 它現在有一個耳機孔 這是3.5的耳機孔 所以你有3.5耳機的話 你可以插上去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它也可以當SD卡的讀卡機 這裡有一個SD卡 它也支援MicroSD卡在這邊 所以其實還不錯用啊 如果你要把這台投到電視的話 你就拿一條HDMI線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 巧控鍵盤的話 你這樣獨立 它還是可以使用 各位 你看它這一個 還有附這些零件 它這個是一個延伸的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是把這兩個拆掉 然後它這個插上去以後 它就可以延伸出來了 然後是一個Type-C的 就是說你也可以不用 專為iPad Pro使用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起來以後 它就是一個 比如說一般的筆電的 一個擴充的Hub 是不是很貼心 有沒有看到 這邊 你看它連螺絲旗子都幫你準備好了 好的 以上 那老闆 你介紹這兩款的鍵盤 那你自己覺得該怎麼選擇 說聲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多花一點錢 用巧控鍵盤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是長期會一直打鍵盤的話 尤其是文字的工作者 甚至於學生 那我覺得這個鍵盤 真的可以輔助到你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把 iPad Pro拿來當作是 追劇啊 看看片啊 打打Game啊 然後可能簡單的影片的編修 然後在可能文字上面輸入 不用這麼複雜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你就可以選擇 鍵盤式的 聰影雙面夾 因為它才五千多塊 而且又輕便宜 那只是說 在橋角度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懸浮的設計 在巧控鍵盤上面 我個人覺得蠻得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你有時候可以這樣對不對 甚至有可能放在腳上的時候 你那個角度 你都可以自己任意調整 我覺得其實是還蠻好用的 但這是我推薦啦 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掰掰